这期继续分享厨子第三篇 确定儿子学校新来的老师 就是欧锦华的女儿之后 马小伟暗暗决定 下回家长会自己一定要亲自去 不行 不能等到家长会 最近就得找机会邂逅一下 欧大小姐在江维怎么吃怎么住 怎么解决衣食住行 这都是自己的机会啊 户口本爷爷就住在本小区的独栋别墅里 老两口带一个保姆 住600平的别墅 也不嫌大 要的就是那个气派 现在马小伟接了儿子驱车前往 到地方把茅台酒熊猫烟拿出来说 爸时间仓促我也没什么准备 单位发的招待用烟酒 拿一点过来您留着待客用 退休的封书记笑纳了女婿的礼物 拿出两瓶卢州老教说 今天喝这个 我记得你爸喜欢农香型的 马小伟笑笑将儿子拽过来说 萧萧应该说什么 封萧萧说 祝爷爷生日快乐 健康长寿 封书记很开心 马小伟把二老接上去贵宾楼东海厅 至于住在船厂新村的亲爹妈 则步行前往 封力是从美容院直接去的饭店 今天老爷子过大寿 退休的人不讲究什么排场 随便在外面吃顿团圆饭就行 订了一个包间 除了封家人之外 还有马小伟的爹娘 封书记在位的那些个徒子徒孙 基本上没人来 反倒是马小伟的顶头上司 现任集团总工的高明不请自来 高明的到来让老爷子惊喜不已 顿时觉得尊严有了 面子有了 拉着高明说个不停 高总工还安排了一个蛋糕礼 这份细心更让封家人感动 只有马小伟知道真相 高明能来纯粹是看自己面子 碰巧高总就在这里出席另一个宴会 在洗手间看到马小伟问了一声才知道 蛋糕也是临时安排的 但这份人情他得领着 在父母面前 马小伟和封力保持着和平与默契 恭维话说个不停 封潇潇也祝爷爷生日快乐 在攀高峰 一家人和和睦睦 亲亲热热 过了个幸福美满的生日 家庭聚餐不是社会上的酒局 进行得很快 一个钟头吃完 还剩下许多菜 马小伟的妈妈拿出塑料袋说 这么多菜可惜了 我拿回去给毛毛吃 马小伟的老爹 也将喝剩下的半瓶炉粥老脚揣了过来 说回家炒菜用 毛毛是家里养的一条狗 但这些剩菜能不能落到毛毛肚里 就不好说了 大家都是看破不说破 丰书记两口子 对于亲家这种小家子气做派 早已习惯 懒得鄙视 一场家宴完美落幕 马小伟还有别的局 就让丰利开车送大家回去 他喝了点酒没开车 打了辆车去美港路上的丰满楼酒家 途经玉梅饭店 发现门头患了 现在叫黄皮虎 依旧是门庭若市 吃大红袍要排队 也许是喝了点酒上头了 马小伟突发奇想 让司机在黄皮虎饭店门前停车 他下来看看啥情况 这一看不要紧 居然看到了欧锦华的女儿 在店里干服务员 堂堂新加坡传王的独生女 在私人小贩馆里端盘子 一时间马小伟怀疑自己认错人了 或许是孪生姐妹之类的 再一仔细看 他觉得没错 这就是欧大小姐 相貌可以相似 但气质无法模仿马小伟 拿出手机打给柔明锐 让他们来美港路上 公航对面的黄皮虎饭店 请他吃大红袍 这哥们正在外面喝着呢 但马哥召唤 必须立刻赶到 隔壁的干洗店动作迅速 在五玉梅一达现金的激励下 当天就把店堂清理出来 摆上四张桌子就能营业 面积大了 容纳的客人就多 赚的钱就厚 五玉梅两边忙活着点菜结账 乐得嘴都喝不拢 就算两个门面合在一起 黄皮虎饭店依然是一家小馆子 前面一个五玉梅 再加一个阿黎 就足够招呼过来 小红笨手笨脚地在后厨打下手 老黄炒菜 四个人正好 后厨煎炒烹炸 店堂推杯换盏 在五玉梅耳朵里 这就是世上最美妙的交响乐 马小伟进了店面 正好一桌客人刚吃完 阿黎拿着垃圾桶上前收拾 大小街哪干过这种活 一点都不利索 五玉梅赶紧接手过来 让她去招呼客人 阿黎略有脸盲 认不出马小伟了 这也不能怪她 船厂那么多高层领导 穿得都差不多 黑色羊绒外套是标配 区别只在于头发稀疏或浓腻 前者级别高 后者级别低 马小伟属于忙前跑后的碎摧 阿黎对他们印象也很正常 即便这个人曾和欧家妇女谈笑风生 先生 我们这就两样主菜 一个大红袍 一个下酒菜 大红袍限量 现在还有 要不帮您点上 酒要什么酒 要不啤酒先来一件 阿黎的这一套语言 是五玉梅教的 但是相同的话 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 味道是截然不同的 五玉梅会豪迈地将菜单拍在桌上 哥哥弟弟地招呼着 阿黎却礼貌地不像话 无论怎么学 她都学不像五玉梅的 做派 因为她这个人与环境 就有着严重的违和感吧 按理说 这种丝丝纹纹女学生款型的 在传厂区应该吃不开 这里是传统老重工业区 雄性基因浓厚 工人老大哥遍地都是 似乎应该更喜欢五玉梅 这样的泼辣淑女 或者小红这样愁点 但放得开的丫头 但适时与想象背道而驰 比如李云龙这样的大老粗 在外人眼中 就应该和敢爱敢恨的 妇女队长秀琴 是天生一对 可大老粗偏偏喜欢 能和自己互补的女学生类型 老李爱的是田宇 童李 传厂区的工人师傅们 哪见过这么斯文高端的女孩子 今天大红袍吃到嘴里都没滋味了 光看阿黎了 这家小饭馆 太能给人带来惊喜了 其实出名的 不光是大红袍和泼辣老板娘 厨子英勇救人的故事 也在悄悄扩散 电视台的宣传是一回事 老百姓的口耳相传 又是另一码事 而且 后者的效果和可信度 比前者更高 现在又多了一个惊喜 店里忽然多了一个气质 与美貌俱佳的服务员 美酒佳肴加上美人 酒不醉人人自醉 马小伟自然不会和这帮人一样 毫不掩饰地缠闲欲低 既然欧大小姐没认出自己 那就装作也不认识对方的样子 装模作样地 看了看简单到粗暴的菜单 基本上就两道固定的菜 大红袍腊炒芝麻鸡 和无敌下酒菜 其他菜是 全看厨子当天才采买的食材和心情 如此豪横任性的菜单 是黄皮虎一意孤行的结果 他说咱们的受众 基本上都是来喝酒的 对吃什么没太高的要求 也不愿意费心思多想 这两道菜 基本可以满足 喝酒下饭聊天的全部需求 工人们爱喝啤酒 是有渊源的 八十年代大型国旗里 什么都管 有幼儿园学校医院邮局派出所 为避免高温劳动下中暑 各车间都有汽水生产部门 直天生产盐汽水免费提供 家属们都拎着保温瓶来装汽水 后来干脆上马了一个啤酒厂 生产船厂牌啤酒 简称船皮 船皮由于工艺落后原因 砸唇膏 一上头 一般人喝一瓶就晕 能喝十瓶就属于牛逼人物了 和外面那些水一般的淡啤酒 妖艳见惑 不可同日而语 唯有大乌苏和唐山啤酒可以媲美 在船厂区 什么燕京雪花青岛哈皮花 多大代价都打不进来 工人只认自家的船皮 即便船皮已经被青皮集团收购 也不影响 所以 即使冬天 工人们依然点啤酒居多 而且一件起 一件就是一塑料框 12瓶600毫升的大船皮 必须一次性全部打开 只打开三五瓶 那都不叫爷们 两个工人点了一件啤酒 阿里拿着酒瓶起子过来问 开几瓶 全起开 工人眼睛都不眨 你们喝得完吗 阿里问道 不要浪费啊 两个工人豪迈地大笑起来 其他桌的客人也都跟着笑 他们就喜欢看着女孩子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阿里就真拿起起子开酒 他这辈子也没开过几瓶啤酒 手劲小 动作笨拙 一个工人看不过眼 拿出打火机 准备秀一把技术 另一个工人也拿起筷子 想做个示范 这时小红端着一盘菜出来 见状拿起点菜用的板家 手一甩 硬木质地的板家边缘 自下而上 一股大力砸在酒瓶盖凸起 瓶盖应声飞起 咔咔咔一通操作猛如虎 瓶盖满天飞花 一件啤酒眨眼间就开完了 小红转身就走 深藏功与名 马小伟和柔明锐 坐在一张桌子旁等候着上菜 旁边一桌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 两个人喝得微醺 一人借着酒进调戏起服务员来 问阿黎是哪个大学的学生 是不是来体验生活的 是不是家庭遇到什么困难了 给哥哥说 哥哥帮你安排 那名酒客嚣张的话语 引起马小伟的不满 微微皱眉 阿黎倒是一本正经地回答 谢谢 我是来上班的 不是体验生活 他的口音一听就是外地人 酒客继续说 老板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 安排住宿吗 要不然上我那住去 我有大床 这话就有些离谱了 不等五欲没发作 柔明锐就拍案而起 会不会说话 酒客恼羞成怒 但并不当场发飙 而是当场打电话摇人 阿黎有些受惊 手足无措 马小伟才不怕这个 相反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此时他起身安慰阿黎道 别怕 有我们呢 阿黎说声谢谢 尽后除去了 旁边捉的酒客 瞟着马小伟等人 故意大声问同伴 强子判了吗 同伴一时之间没理解 答道 强子 好像判给他妈妈了 酒客说 我说的不是那个强子 同伴这才会议 煞有介事道 哦 是王强啊 前天刚判 死缓 马小伟实在忍俊不住 哈哈大笑 柔明锐更是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还判了吗 兄弟你太会搞笑了 你咋不去留老根大舞台呢 其他客人也都笑起来 这两人挂不住面子了 拎起空酒瓶就要上来干假 五玉梅在柜台里 按着计算器头 也不抬说 桌子六百 盘子碗二十一个 店里有监控 随便砸 砸吧 正等着换新的呢 小红溜进后厨 兴奋得几眉弄眼 打了 要打起来了 阿黎探头出来 一颗心砰砰跳 他哪见过这场面 但是此刻兴奋大过恐惧 大家都不怕 他自然也没什么可怕的 心里暗想 这就是江湖吧 至于黄皮虎 颠锅的手稳得很 嘴上叼着的烟灰都不掉 价不是那么容易打起来的 现在不比以前了 打赢了进居留所 打输了进医院 打价打得不是价 而是钱 轻微伤就得成千上万的赔 轻伤就能行了 没有十几二十万出不来 马小伟稳坐不动 柔明锐起身与对方对峙 鼻尖顶着鼻尖 眼睛瞪着眼睛 你动我一下试试 看我讹不死你 客人们都停了筷子 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的表演 没有比这个更能下酒的了 这时黄皮虎叼着烟 端着一脸盆大红袍出来 穿过一道道目光 来到对峙两桌人前 将脸盆放在马小伟桌上 毫不在意空气中的紧张气氛 把烟蒂一丢说 喝多少啊 闹成这样 剑把弩张的感觉 瞬间就降低了许多 黄师傅自带江湖大佬的气场 遇到再大的事儿都是云淡风轻的 这一点倒是和柜台里的五玉梅相应成去 大家都觉得 这两口子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阿黎从门帘后探出脑袋来 好奇地看着这一切 平时没觉得黄师傅身上 有多少江湖气 怎么突然之间 就浑身散发着大哥气质 仿佛一切事情都能搞定 本来这事儿到此结束 但是随着四个人的入场 又紧张起来 进来的是尹炳松和他的三个小弟 他们是接到电话 从二百米外的烧烤摊赶过来的 谁敢动我兄弟 尹炳松高声喝道 他已经看见了马小伟 却装作不认识 这时候是老大给小弟撑腰的关键时刻 必须强硬 不然微信会下降 没人动他 柔明锐说 酒瓶子在他手里拎着 我手里可是空的 说话之前麻烦长点眼 小柔和尹炳松尿不到一个湖里 今天马小伟在场 他更不能怂 刚才已经发信息给兄弟们 原兵马上就到 你TM会说人话吗 尹炳松的小弟怒道 怎么和我大哥说话的 你知道我大哥是谁吗 要不是我大哥 你们这一片早就烧完了 柔明锐说 还有这么一档子事 我怎么不知道 小弟说 你没看电视吗 上回网吧失火 是我大哥救的人 柔明锐笑了 你唠这个 那我可得给你说到说到了 我手机里有视频 就人是黄师傅 我 还有这附近的商户一起干的 你大哥当时在哪 我属实是没看见 哪壶不开提哪壶 尹炳松本来也没想当这个英雄 纯粹是应景帮忙 没想到给自己弄了个大难堪 本来就找卫健局和城管局的朋友 搞了两次玉梅饭店 没想到人家正常营业 生意还更火爆 这也让尹炳松下不来台 两股情绪交织在一起 他就要爆发 大哥和一般人不同 资本雄厚 别说打架了 就是把人打残都陪得起 他抄起啤酒瓶就挥过去 目标是柔明锐的脑袋 小柔经常参与斗殴 条件反射的一低头 啤酒瓶甩出去 正砸在马小伟旁边的墙壁上 玻璃片飞溅 马小伟脸上出现两道血痕 阿黎尖叫一声 眼睛却睁得更大了 隐隐在期待什么 一场群殴在所难免了 尹炳松这边六个人 打马小伟和柔明锐两个人 占据绝对上风 他们都是喝了酒的 下手未必有分寸 虽然伍玉梅已经在打电话报警 可等警察赶来 恐怕就晚了 易冷本来不打算出手的 但是一来 这是在自己店里 打出事情来 恐怕难逃干系 再者说 人多欺负人少不讲究 而且 这事是因为有人调戏 自家服务员引发 身为大厨 不出手说不过去 他抓住尹炳松的肩膀 一缕一拽 这条胳膊就脱臼了 伍玉梅看到老黄动手 第一个动作 就是把监控给关了 易冷从小就爱打架 他是那种身体素质和头脑 都很发达的人 上小学的时候 就是奇葩的存在 上午领三号学生奖状 下午接受警告处分 高中时期 因为牵扯进一桩案子 所以才被威逼利诱着 上了国际关系学院 在国关学院 一开始他学的是情报分析 属于文职 但是选修了综合格斗课程 接受的是特种部队教官的杀人数训练 没有花哨架子 都是一招毙命的狠招 工作之后 出了几次任务 稀里糊涂就从分析员转岗做了外勤 成为007一样的人物 四年劳狱生涯 他被关在和恩角附近海域的孤岛上 苦寒之地没什么娱乐 犯人之间的斗殴是家常便饭 扭断人的脖子对尹炳松等人来说是值得吹嘘一辈子的牛逼事 对一冷来说只是日常生活小点缀 所以即便不关监控也没事 在视频中看不到一冷出手 他只是在躲避 在防御 动作演示的巧妙而流畅 就像成龙电影里的精彩片段 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 掏出手机拍摄 大厨黄师傅已经卸了六条胳膊的肩关节 结束了战斗 六个人痛得直冒冷汗 拖着胳膊倒吸凉气 那还能打架 只有阿里将这一幕完完整整拍了下来 心跳不止 肾上腺素大量分泌 此刻他已经雌穷了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激动兴奋之情 小红靠在门边 磕着瓜子 看得津津有味 尹炳松今天马施前提 颜面尽失 别提有多窝火了 他毕竟是一个响当当的社会大哥 居然在众小弟面前 被人一招就卸了胳膊 这脸掉在地上 可就剪不起来了 除非把卸胳膊这人给干服 胳膊都让一冷卸完了 六个人全部脱臼 疼得此牙咧嘴 架势打不成了 硬话还是要说的 尹炳松骂道 给我接上 不然我弄死你 黄皮虎还真听话 抓住他的胳膊 往上一用力 咔啪一声 接上了 尹炳松被酒精烧糊涂的脑子不灵光 刚接上的胳膊还没办法用力 便用另一个胳膊打了黄皮虎一拳 黄皮虎应声飞出 撞在墙上 然后滑落倒地 昏迷不醒 尹炳松不可置信地看了看自己的拳头 有这么大威力 我咋不知道 柔明锐心中暗道 黄哥老奥斯卡了 比自己还会演 这回飞蛾一个首富出来不可 一冷太会炸死了 扮演中枪挨刀 比演员都真 因为他真的中过子弹 挨过刀刺 那反应和表情绝对到位 不可否认 刚才的表演有些浮夸了 但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尹炳松的面子算是捡回来一部分 自己也能弄点外快了 外面警灯闪烁 警察终于感到 都是场面上混的人 互相都认识 不会不给面子 黄师傅也从地上爬起来 警察问他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他说得去 头疼得厉害 但警察并没有立刻呼叫救护车 而是将冲突双方 叫到外面去调解 说现在有两条路 第一是自行和解 和解不成 咱们再处理 两边都先拘留再说 这是常规操作 没出现重大伤亡 只是一般纠纷 纯属浪费警力 和解是最妥善的解决方案 对于打架善后 尹炳松嫁轻就熟 他对一冷说 我也不为难你 一口价五万块 一冷说 也行 尹炳松说 你是现在给呢 还是明天 一冷说 你搞错了吧 五万块钱是你给我 尹炳松说 讹人讹到我头上了 你行 那我就陪你玩玩 一冷说 那就玩玩呗 调解不成 只能公事公办 但饭店厨子说 被打伤 强烈要求去医院检查 尹炳松一帮人也说 被对方打伤 于是叫了救护车 把所有人全都拉到医院宴上 这一宴不要紧 黄皮虎一身都是伤 全身多处陈旧性骨折 刀伤枪伤 烧伤鞭痕 遍布全身 可谓遍体鳞伤 但没一处是今天造成的 病人自称撞到头 头晕肝呕 头疼这种事上 CT机都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个套路大家都懂 可硬是一点办法没有 尹炳松这边 还有五个人胳膊脱臼 骨科医生 给他们复卫正骨之后 一个个还在装着美法动弹 这也是同样的策略 现在比的 不是谁更厉害 而是谁更会演 脱臼算是轻微伤 足以把黄皮虎送进去拘留了 还有一个严重问题 黄皮虎没有身份证 深究的话会很麻烦 闹成这样 饭店也无法营业 大家全都跑到医院帮忙 马小伟看到阿里也在 心说 展示我能力的时刻到了 马小伟的脸 被尹炳松砸的酒瓶子划破了 护士给他贴了个窗壳贴 看起来像个受伤的英雄 这种伤根本不算个事 但伤的是集团副总工的脸 这事就严重了 深究起来 尹炳松也吃不到好果子 何况马小伟和柔明锐也是 当事一方 如果不是老黄出手 他俩会被揍得很严重 所以 马副总要站在老黄这边 他把尹炳松叫到外面讲述 清华毕业的高材生 唠起社会 磕一点都不怂 最终商议结果是两不找 就此和解 这个和解指的是 不再让官方干涉 私底下的报复不算在内 马总 我给你面子 不然今天我让他过不了夜 尹炳松放了一句狠话 其实他根本不愿意给马小伟面子 这是给自己找台阶下呢 真要走法律途径 他不占理 必须转移到自己的主场才行 有空我安排个局 马小伟说 他智商超高 从来不说狠话 当面耍狠 不如被递一刀 这才是成熟男人的所谓 行 我等你电话 常联系 尹炳松又胳膊脱就没力气 伸出左手和马小伟握了握以示和解 然后走到一边去 灯影下他的脸音质无比 用左手拨通一个号码 强子 帮我找两个小孩 要外地的生瓜蛋子 这边马小伟来到急诊室 柔明锐正和黄皮虎说事呢 经过这一场 两人就算是朋友了 小柔说 尹炳松不是东西 卫健局和城管 都是他安排人查的 伍玉梅很纳闷 为什么呀 我们和他没什么过节吧 一直也都来店里吃饭的 客客气气的 有时候结账还多给几块钱 柔明锐说 那就不清楚了 是不是他勾搭你 你不搭理他 这倒是有可能 尹炳松这个人很花 他看上的女人一定要搞到手 这在传场区不是秘密 伍玉梅的脸色 罕见地变成了红色 不是害羞 而是愤怒 别看他平日里大大咧咧的 似乎豪放不羁 其实不是个随便的人 不然就凭身段姿色 也不至于苦苦经营个小饭店 随便找个有钱的棒上就行了 一冷想起 第一天在店里打工时 尹炳松就在南卫五玉梅 非逼着他喝酒 这是很没有绅士风度的一种地痞做派 若是换了四年前的自己 非得当场把他修理到这辈子都记得的程度 但现在的一冷没有官方身份 没有后勤之源 只凭一枪孤勇是不能任性乱来的 现在完全可以确定 尹炳松和玉梅餐饮的梁子是结下了 接下来要面临他更多的挑衅和打击 一冷从不打无把握之仗 即便对付最不起眼的角色 也要把情报工作做足 他向柔明锐打听关于尹炳松的一切 两人叽叽咕咕说着话 这边马小伟慰问了阿里 问他怕不怕 没事有我在呢 我不怕 有黄师傅在呢 我怀疑他是黄飞红的传人 阿里兴奋的小脸红扑扑 身上只穿了一件宝款羽绒服 还系了个围裙 马小伟看得心疼 脱下自己的羊绒外套 准备披在阿里身上 没想到阿里没看到 转身跑了 一溜烟跑到黄师傅那边 搓着手问他聊完了吗 该回去了 等着吃工作餐呢 一冷哈哈大笑 说聊完了 这就回去开饭 饭店的四个人上了武林之光 没有邀请马小伟去做做的意思 马副总只能披上他的羊绒挂子 潇洒地挥手道别 回到饭店 一冷炒了两个菜 大家吃了饭回去睡觉 吃饭时 阿里不停问黄师傅 你的功夫是在哪里学的 一冷说谎不打草稿 说自己小时候在取一团长大 俗话说 好把事打不过赖戏子 这一身功夫 都是童子功 取一团交谢人的关节吗 阿里继续发问 后来我跟一个老师傅学正骨 一冷说 其实我接的关节比谢得多 他说的一本正经 阿里也就信了 四个人吃完了饭开车回家 因为担心银炳松使坏 吴玉梅悄悄揣了一把刀在身上 一冷也做了准备 他从不拖打 再厉害的高手 也怕背后偷袭 来到船厂新村17号楼 各回各家 洗洗睡觉 今天发生这个事 让吴玉梅很受触动 他身边缺个男人 孤身一人太容易招风引蝶了 可惜老黄这家伙太木讷 不接招 想想就让人生气 他一赌气 就把门关上了 不再进客厅 一冷洗漱之后就寝 睡了一会儿 悄悄起床开门 他买了一罐W6D40 喷了大门的折叶 半夜里开门 也不会发出声响 他要去找吴玉松的老巢 凡事都要未雨绸缪 吴玉松这种恶棍 绝对不会就此罢首 饭店是开门营业的 防不胜 防 唯有进攻 才是最好的防御 深夜的街头 穿着灰色棉袄的一冷 走在阴暗处 躲避着摄像头的监控 根据柔明锐提供的线索 尹炳松狡兔三窟 他老婆孩子 住在直威仪小区高层住宅 二奶住边海商务大厦 还有一个能住人的办公地点 在某写字楼 但是具体门牌号码不清楚 这没关系 因为一冷记的 那辆霸道的车牌号 尹炳松的座驾在哪 人就在哪 次日早上 尹炳松从边海商务大厦 十八楼二奶家出来 乘电梯下地库 拿出遥控钥匙按了一下 上去开车门的时候 忽然发现 车门把手上 有一个模糊的黑色痕迹 仿佛是被脏手摸过 尹炳松在保卫科干过 这些年来 在社会上摸打滚打 打打杀杀的事情 经历了很多 仇家也不少 他的警惕心上来 绕到副驾驶位子上打开门 爬进来端向左车门 似乎没什么异样 也许只是被乞丐摸过吧 可是 当他准备插钥匙启动时 又发现不对劲 仪表盘的壳子 似乎被动过了 撬开面板 赫然看到 一根红色的双骨电线 连在钥匙孔下面 顺着电线往下找 一直延伸到引擎盖里面 尹炳松打开引擎盖检查 看到红色电线 最终连接在一个长方形物体上 仔细看 物体上插着一枚 像炮杖一样的圆柱体 电线就连在上面 尹炳松没敢再动 倒退着离开 瞬间他出了一身冷汗 保暖内衣都湿透了 冷嗖嗖贴在身上 摸出烟来 点了四五次都没点着 因为手抖得厉害 这辆06款普拉多2700中东版 平行进口车 向来以扎实可靠著称 从来不掉链子 是尹炳松的最爱 没想到 差点就成了自己最后的归宿 刚才稍有不慎 这就是一口铁棺材 这个桥段尹炳松熟 这是汽车炸弹 点火就引爆 几十克就足以炸飞这辆车 菩萨保佑好人 得亏自己一向谨慎 这才捡回来一条命 尹炳松的仇家太多了 一时之间 他想出来七八个 有动机杀自己的人 在愤怒的同时 也首先想到的是报警 毕竟尹炳松是保卫科出身 擅长利用公家力量 解决自家麻烦 但这次似乎不太合适 动了炸药是大案子 万一有人借着这个机会 把事情闹大 让上面调查自己 牵扯出一些陈年旧事 就不好了 最终他决定私下解决 先打电话叫人来 他手底下也有一个猛人 以前开矿山摆弄炸药的 人称电炮王 玩这些熟得很 十分钟后 电炮王就到了 带着一皮包家伙时 一番操作后 手上拿着炸药块 电线已经剪断 虚惊一场 松割 电炮王颠着手中的 灰黄色炸药块说 挺重的 得有半斤 这是什么型号 尹炳松问了一句 电炮王张嘴就来 和我以前在矿上玩得不太一样 可能是C4 军用级别的 威力大多了 这一块足够吧 尹炳松制止他继续往下说 从鳄鱼皮手包里 拿了两包软中滑递过去 炮子 今天的事别和任何人提 我懂 我啥也不知道 电炮王接了烟 把这堆东西交给尹炳松 就说自己 还有点事先走了 打发了电炮王 尹炳松将炸药电线雷管 放进包里 继续检查车的其他位置 他是真怕了 里里外外检查了八遍 还是不放心 又打电话 叫另一个小弟过来 把钥匙交给他 让他开到汽修厂去给车做个大保养 查出真凶事关键 尹炳松找到滨海商务大厦安保部监控室 调取昨夜的监控录像 从自己开车 进来到早上下地库这个时间段 全都要 保安队长帮他考了一份装进U盘 带走回家慢慢看去 尹炳松还有一辆老款白捷达车可用 他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 驱车去了附近乡下一家 相熟的农家乐藏了起来 他认定有人要对付自己 这段时间必须躲躲风头 在农家乐的房间里 尹炳松打开笔记本电脑 仔细看监控视频 长达九个小时的视频 他看得头昏脑花 自始 至终也没看到 有任何人靠近过这辆霸道 更别说先开引擎盖 安装大雷子了 这不科学 很可能是监控系统被黑了 这桥段电影里常见 但这岂是一般社会人能企及的水平 这是谍中谍的档次啊 下这么大功夫对付自己 倒让尹炳松在后怕之余 有点沾沾自喜 到底是谁下的黑手 也许是港务区的二龙 也许是市区的火简哥 这两人都对自己恨之入骨 矛盾积累的太多了 得想个法子化解才行 总之这半两月 尹炳松不打算抛头露面了 手机响了 是老婆打来的 说你闺女闹着要出院 我劝不动 你人呢 我去外地谈个生意 没重要的是别打电话 尹炳松说完就挂断 可是手机又响了 这回是手下打来的 说已经安排好人手 弄姓黄的了 但只有一个人 这种事情 一个人够了 尹炳松说 扎完就跑 找都找不着 给多少钱 给他买个手机不就行了 船厂医院 尹卫然打着石膏的脚 掉在架子上 别说上学了 就是下床都困难 医生说 最少要躺一周 然后要主拐 不听话 可能会导致这条腿短一截 以后就是福字了 吓得尹卫然 不敢再提出院上学的事 楼下病房 医生查房时 发现一个前几天火灾 住进来的病人不见了 这小子叫张聪 18岁 家里人也不交住院费 这是逃单了呀 张聪就是具有网吧火灾中 最后一个被一冷救出来的人 呼吸道呛了烟灰 差点憋死他 得亏是年轻体质好 两天就缓过来 他没钱交费 夜里就溜了 现在另一家网吧里打着 LOL 手边摆着香烟和可乐 一个人走过来 按住张聪的肩膀 将他带到空无一人的楼道里 窃窃私语一番 张聪点点头 那人将一个报纸卷着的物品 交给张聪就走了 饭店后厨 一冷又在为女儿准备今天的营养午餐 他身后有个破旧的厨子 最下面的柜门里 放着修补汽车的原子灰 洗衣肥皂 电线 以及钳子螺丝刀等 时间仓促 搞真的大雷子难度太高 但是搞一个模拟的大雷子 就很简单 一冷故意露个马脚 让尹炳松发现端倪 给他一个警告 想必最近能清静点 他准备了两份午餐 一份给女儿 一份给老板 也就是阿里 女儿这份是牛肉虾仁鸡腿 杏鲍菇配米饭 酸奶苹果 阿里的是简汁餐 牛油果玉米粒 糖心蛋 西兰花鸡胸肉 各一点点 阿里只有下午下班 才会到饭店里帮忙 整个白天都在学校里 他也得带饭 身为饭店投资人 自然要把资源用起来 送餐是他要求的 而且坚持要付钱 一份午餐50元 一冷将两份饭送到学校门卫室 让大爷帮着送到教室 这样一来 肯定要穿帮漏线 但他不在乎 本来也不刻意隐瞒 因为这种事情早晚曝光 妇女总要相认的嘛 回到饭店 柔明睿坐在店里抽烟 俨然是一副收保护费的面目 经过和尹炳松的这场粗曲 他和老黄迅速拉近了距离 今天给黄师傅带了一份重礼 我看你平时喜欢玩点高雅的 一定很懂行 你给长长眼 小柔将一个手串线宝 一般拿出来 这手串不是一般的圆球形 而是莲花形状 红白相间 一共九颗中间 坠着红马脑珠 看起来很高贵的样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盲区 一冷还真看不出门道来 盘了盘 虚心请教 这是什么宝物 柔明睿得意洋洋道 这叫滴血莲花 是金丝牛血红莲花菩提 市面上罕见 拿着钱你都买不着 怎么样 益冷挑起大拇指 牛逼 柔明睿说 送你了 益冷说 君子不多人所好 这怎么好意思 柔明睿说 你卸了尹炳松的胳膊 给我出了一口恶气 太爽了 我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 平时就喜欢玩这些 你拿着玩吧 小红听见他们说话走了过来 瞥了一眼 嘴角一歪就要说话 益冷看他表情就知道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赶紧岔开 小红你去看看大肠卤好了吗 柔明睿说 中午还有点事 我就不在这吃了 回见 说完夹着包走了 小红又从后厨出来 说道 这玩意就是野菠萝的种子 我们家乡拿来喂猪的 五玉梅说 小红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卖 一冷将这串滴血莲花 戴在手腕上 夹着烟走出店门伸了个懒腰 就看到隔壁的隔壁 走出一个穿过西长靴的 妖艳女子来 冲自己打招呼 大哥 忙完了 来坐会儿呗 这是一家美容美发店 没有具体的店名 玻璃门上贴着美容美发 松骨按摩洗剪吹的字样 一到天黑 就亮起粉红色的暖昧灯光 一冷没和女人说过话 但是相礼相亲的 总不好拒人千里之外 聊几句总没关系 不做了 还有事 一冷说 得空来玩 女人说着 将一盆水泼在人行道上 搔手弄滋地回去了 差点引得一位骑电动车 路过的大叔撞到人 下午 一冷正忙着备菜 忽然听到附近有争吵的声音 擦擦手出去看热闹 就见美发店门前 女人正和一个醉鬼纠缠 拼命把她往外推 醉汉非要进去 嚷嚷着 老子不差钱 必须保健一下 回家 让你老婆给你保健 女人很坚决 路边很快围了一圈路过的闲汉 叼着烟围观 却没一个上前帮忙的 一冷看不过眼了 上前喝止 醉汉其实只是戒酒装风 神志清醒得很 看见有男人出来干涉 也就善善地走了 他一走 围观的也都散了 谢谢大哥啊 女人说 应该的 咱们是邻居 一冷说 大哥你进来坐一会 不然我过意不去 女人拉着一冷不撒手 一冷怕再引发围观 只好屈从 进了店里 一冷扫室室内 和其他场所不同的是 这里真的有洗剪吹工具 甚至还有烫发机 看来误会人家了 歇 大哥抽烟 女人拿出烟来 一冷想接 女人却叼在自己嘴上点燃了 再递过来 这敬烟的仪式感也太强了 大哥 我叫颜爱花 QQ上的名字叫烟花 烟花一冷的烟花 你喊我花花 烟花 小颜都行 女人做了自我介绍 一冷说 咱俩还挺有缘分的 我叫黄皮虎 烟花伸出手 将一冷嘴上叼着的香烟 拿过来抽了两口 这是明显的挑逗动作 一冷黑黑一笑 走进门做事 要拉卷帘门 烟花一跺脚撑道 黄哥 干什么呢 他坐到椅子上说 妹妹 给我设计个发型吧 烟花说 黄哥你适合 搞个碎盖烟花烫 你看你这么成熟稳重 烫个头能俏皮一点 不羁一点 更显年轻 一冷说 那还说啥 必须整一个 于是烟花开整 洗头剪头 给一冷脑袋上 扎了许多包着紫色红色的 绵容的小铁丝 烫头的时间漫长 得亏下午没有客人 中间五玉梅派前小红出来找人 看到老黄在这边烫头 小红兴冲冲回去打小报告 不一会儿五玉梅就开始大喊 老黄 老黄得死哪里去了 一冷不为所动 装听不见 直到烫完头 顶着一脑袋蓬松的烫发 对着镜子左顾右盼 油腻气质暴涨 多少钱 一冷问 谈钱就见外了 请我吃饭就行 烟花痴痴笑道 显然醉翁之意不再久 一冷回到店里 少不得挨了五玉梅好几个白眼 却又拿出一个包裹说 刚快递到了 给你买的裤子 你试一下 撕开包裹 里面赫然是一条黑色皮裤 摸一摸手感 似乎不是真皮的 我穿这么骚的裤子 不合适吧 一冷说 怎么不合适 和你的新发型特别搭 五玉梅说 一冷只好拿着皮裤进后厨换上 刚穿上就听到后门外有动静 走过去一看 一个人藏在武灵之光后面 鬼鬼肃碎的 扑吃一刀 轮胎被扎了 你别跑 一冷大喝一声 那人非但没跑 还握着刀胸向毕露 刀是杂货铺买的廉价水果刀 刀柄缠着胶带 手法是正握 一看就是外行 持刀者年龄不大 最多二十郎当碎 也顶着一脑袋的碎盖烟花烫 穿着黑皮裤 和一冷的造型相应成去 一冷刚要说话 这小子已经冲过来 单刀直入 对付这种没受过训练的业余杀手 一冷一个能打八个 他不仅不慢侧身闪过 脚下使个绊子 顺手一拽 小伙栽了个狗肯翔 刀也脱手了 他倒是顽强得很 爬过去抓住刀柄 可是后背踩上一只脚 动也动不了 小伙挣扎道 你别踩我 一冷赶忙一开脚 还道歉 不好意思 踩疼了吗 小伙翻身爬起来 满身都是污泥 这后巷的地上 实在是脏了点 他依旧握着刀跃跃欲试 一双眼在一冷身上打转 寻找着下刀的位置 一冷从他的眼神 就能看出一图来 便道 扎哪儿都不合适 上半截全是五脏六腑 扎着心肝肾肺皮都得挂 扎大血管也保不住命 小伙说 那我不管 这回不敢猛扑过来了 小心翼翼步步为营 十几米外 美发屋的后门开了 烟花端着弹鱼出来倒 看到这一幕吓了一跳 放下弹鱼 抄起门旁的突尾巴托把 就要上来助站 恰在此时 一冷有心炫技 一个腾空转体360度回旋梯 小伙子眼前出现慢动作 黑皮裤下面是白色棉袜 上面带一个耐克钩子标志 然后是一只磨损严重的黑色翻盖皮鞋 结结实实砸在脸上 烟花放下拖把 摸出烟来点上 饶有兴致地倚着门看热闹 小伙一个大马趴 脑袋瓜子嗡嗡的 这种华丽的回旋梯 其实不方便发力 如果是实打实的一记侧踹 小伙估计 这会儿已经昏迷不醒了 一冷走过去 耗着小伙的烫发头问道 谁派你来的 小伙道也实诚 不认识 我们杀手界的规矩是 不打听客户姓名 一冷笑道 很有职业道德 那杀我的酬金 是多少不是秘密吧 小伙说 一部最新的苹果 一冷说 我的命就这么不值钱 小伙说 书 不是杀你 是扎你一刀 不要命的 要不你让我扎一刀 我把苹果手机给你了 我这头一次接 单 不能搞砸了 一冷啼笑皆非 这小子少脑缺筋的 为了苹果手机 就敢拿刀扎人 得亏遇到自己 如果是别人 一刀下去 哪有个分寸尺度 一条人命 两个家庭就废了 一冷不太会说教 只会教训 狠捧一顿 能触及灵魂 然后送派出所处理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没等他出手 烟花就抡起托把 打在小伙身上 我叫你在扎人 还杀手 小伙被打得满地乱滚 好巧不巧 烟花一棍砸在他的后脑勺上 灯食人昏死过去 纹丝不动 这时五玉梅和小红 听到动静赶过来 看到这一幕也惊呆了 你打死人了 小红说 一冷上前检查瞳孔和脉搏 并没死 只是打猛了 他让小红接了半盆冷水过来 泼在小伙脸上 大冬天的一机灵 小伙醒了 五玉梅拿出手机要报警 被一冷制止 他先抓着小伙的领子 把人拖进后厨 让小红拿一根绳子来把人绑上 绑人是个技术活 一般人不会 小红笨手笨脚的 只会拿绳子绕圈 烟花接过来 三下五除二 把小伙捆得结结实实 而且 手脚在背后用绳扣相连 这样越挣扎 束缚得越紧 一冷暗暗沉称奇 这一手可不简单 他在国际关系学院上学时 跟战术教官学过 有一种源自民间杀猪将的捆猪法 就是如此 力气再大都挣不开 小红嘖嘖赞道 严姐 你这一手在哪学的 烟花说 小孩子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 小红撇嘴说 别以为我不懂什么叫 SM 五玉梅拍拍巴掌说 都别吵吵 到底咋回事 一冷从小伙身上摸出身份证 钥匙 还有十来块零钱 这小子名叫张聪 刚满十八岁 本是户籍 按说这个岁数该上高三 怎么就流落到社会上了 他蹲下拍拍张聪的脸 问他家里还有谁 家里没人 我没爹没妈 张聪说 一脸的无所谓 杀手是吧 这个杀手不太冷是吧 一冷拍拍他的脸 知道你犯了什么事吗 杀人未遂 妥妥的刑事案件 能判你个十年徒刑 张聪说 那就判呗 我认了 里面有吃有喝 好的很 出来就是有资历的大哥了 一冷反手就是一记耳光 脆响 他是做父亲的人 听到这种自暴自弃的话 气到不行 因为他能听出来 张聪说的是真心话 这世上总有些人小小年纪 就领略了人间最深的痛苦 没人爱他 没人教导他 指引他 只有恶人和坏朋友 在不断地往歧途上引诱他 这人留不得 一冷说 留着是个祸患 除了小红傻乎乎听不明白 五玉梅和烟花 都瞄懂了一冷的意思 找个空气油桶 把人放进去 灌上素干水泥 趁半夜开到码头往海里一扔其活 神仙都找不着 烟花说 张聪的脸色变了一下 依旧嘴硬 当我下大的腰 五玉梅说 太麻烦了 还要找空桶 还要买水泥 放冰柜里不好吗 拿绞肉机 绞成肉馅包包子卖 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处理了 张聪的脸煞白 但还是不太相信 看起来很和善的姐姐们 怎么会这么狠毒呢 但他很快 就发现自己错了 此时隔壁干洗垫的设备已经运走了 五玉梅新买的冰柜搁在后面 一冷用一块抹布堵住张聪的嘴 将它放进冰柜 在透明盖子上蒙了一床被子 张聪蜷缩在冰柜里 周遭一片黑暗 耳畔是压缩机的震动声 他越来越冷 越来越恐惧 下午三点时 五玉梅接到一个电话 是柔明锐打来的 说务必帮我留一个台子 晚上六点半请人吃饭 五玉梅自然满口答应 六点多钟开始上客人 小店一共就这么几张桌子 哪有放着空桌子 还让人家干等的道理 五玉梅再给小柔打电话 那边说五分钟就到 不等他 黄皮虎说 但凡说五分钟的 五十分钟都未必能到 你先招呼客人 他们到了 我自有安排 今晚上特别忙 因为阿黎没来帮忙 人家是投资人 是老板 来客串一下服务员是情分 不来是道理 没人觉得不妥 正如黄皮虎所预料的那样 一直等到六点五十 柔明锐要请的人也没到 现在八张桌子全满 还有几个客人在等坐 到了七点一刻 柔明锐带着三个人 姗姗来迟 五玉梅一眼就看出 小柔要请的客人 是三人中又高又胖的家伙 大光头 金链子 魁梧雄壮 霸气四溢 妥妥的社会人儿造型 但是略微浮夸刻意了些 看人家银炳松就不挂金链子 穿得像个国企干部 一般低调 柔明锐向五玉梅介绍 这是我好大哥 赫赫有名的火简哥 专门从市区过来 想尝尝咱们这个大红袍 火简哥摘下茶净 向五玉梅打了个招呼 弟妹不好意思 堵车 来晚了点 说着将车钥匙挂在腰间 那是一把带着路虎标志的遥控钥匙 与其他十几把防盗门链子 锁抽屉钥匙挂在一起 钉里光当的如同狱卒的钥匙串 悬在穿着黑皮裤的腰间 嗯 今年冬天 江伟社会人流行穿黑皮裤 五玉梅不知道她这一生弟妹 从何而来 火简哥又说咱们这有包间吗 包间是指定没有 别说包间 现在连桌子都没有 五玉梅正要答话 黄皮虎出来了 狠自来熟地打招呼道 来了 这边请 留好的大卫 他将四位客人领到隔壁洗衣店的后面隔间 这里连桌子都没有 直接在冰柜上铺了个木板当桌子用 下酒菜已经摆上 各种卤荤菜 油炸花生米 黄瓜大葱红萝卜 还有四瓶白酒 一字摆开 这种招待方式让火简哥非常满意 在这种小饭店不能奢求什么 在乎的就是一个特殊化 别的客人在等位 自己到了就有座位 而且是和其他客人隔开的 给足了他面子 不知道是火简哥要来 不然我就预备多点了 一冷说 其实他根本不认识什么火简哥 但场面话就得这样轰 社会人哪有不能喝酒的 酒量代表综合实力 说明你这人豪爽 干脆 身体素质和魄力都是一流的 酒局如同战局 绝对不能耸 火简哥说弟弟你太客气了 我们自己预备了 手下拎出两袋子四瓶白酒 这下撞山了 大家预备的都是最近流行的淮江特供 烟也是41盒的金淮江 黄皮虎正在炒菜 不能多赔 寒暄几句就回后厨去了 这边他们四个人坐在冰柜周边 开始推杯换盏 其实柔名 瑞也是第一次见大名鼎鼎的火简哥 以前只是耳闻 这回经过朋友介绍才得见一面 可谓荣幸之志 火简哥是江伟最早混社会的那批人 和他同时代的人只有两种结局 要么被政府打靶 要么被仇家砍死 只有火简哥到现在全须全已 堪称奇迹 酒满上 头三杯都得干 然后柔名瑞就亲眼见到传说中的惊悚一幕 火简哥将满杯酒倒进嘴里 却并不下咽 而是从腰间摸出一根橡皮管 塞进嘴里 将酒镀进管子里 弟弟 不好意思 火简哥说 柔名瑞挑起大拇指说 牛逼 喝了三杯之后 大家拿起筷子刀菜 火简哥加了一筷子卤大肠 细嚼慢咽一番 摸出一个小漏斗 夹在橡皮管上 把嘴里嚼碎的食物 吐在漏斗里 再往里面倒点水稀释一下 将管子举高 让食物渣子向下流动到胃里 旁边一个兄弟是常年担任捧根的 就说话了 火简哥 给我们讲讲你这名号的来历呗 火简哥点燃一支烟 吞云吐雾 沉浸进尘年往事中 那还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火简哥年轻气盛 把人打成重伤进了监狱 彼时法律法规政策都还不完善 监狱系统条件简陋 病人得了大病是没法救治的 只能保外就医 很多人就钻了这个空子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想方设法让自己得病 甚至不惜自残 在自残的各种方式中 吞吃火简是最生猛的方式 没有之一 火简学名清氧化那 腐蚀性极强 是用来搞清洁卫生的用品 有人干活时悄悄藏一块 趁人不被吞下去 不一会儿就口吐鲜血了 火简能把食道烧烂 属于重残 所以吞了火简的 立刻就保外了食道烧坏了 从嘴到胃的通道中断 就只能在胃的上部 引出一条橡皮管来 平时贴在胸口 吃饭的时候拿出来 嚼碎了往里面灌 只要是能出去 豁出命都愿意 火简各一往昔 蒸容岁月愁 发出一句感慨 又往橡皮管里度了一口酒 有些人没分寸 把一大块火简都吃下去 连TM味都烧烂了 人就当场走了 柔明锐感叹道 主要还是人够狠 火简哥不愧是江伟第一狠人 我敬你 这时一冷端着大红袍进来 火简哥说 一起吧 于是一冷也端起酒杯走了一个 弟弟 你坐一会儿 火简哥说 我今天过来 就是想会会你 听说你昨天摆银饼松的歌不谢了 一冷笑笑 见笑 火简哥说 有一说一 银饼松确实是个人物 我和他还有几笔账没算 你帮我出了口恶气 我得敬你一杯 一冷又赔了一杯 夸赞道 不敢 我就是一厨子 还得多多向火简哥学习 火简哥说 别学我 我张伟斌叱咤江湖几十年 除了挣了个虚名 别的啥都没有 上对不起老 下对不起小 终对不起我媳妇 当年那也是校花级别的人物 跟了 我就没想过一天福 弟弟 听哥哥一句劝 一入江湖再不能回头 现在社会也不讲究打打杀杀好勇斗狠了 现在比的是脑子 比的是关系 比的是谁能赚钱 一冷说 受教了 这时 饭桌开始晃悠 动静很大 火简哥的两个小弟将盖在冰柜上的木板抬开 就看到透明盖子下面藏着一个人 手脚绑腹 嘴里塞着抹布 原来这饭店真不一般 干的是十字泼上人肉 插烧包的买卖啊 号称江伟第一狠人的火简哥都傻眼了 柔明锐也亮枪站起 倒退了几步 看着一冷的目光饱寒巨色 一冷说 不好意思 这小子是尹炳松派来杀我的 被我逮住给点教训 放心 人是活的 说着 打开冰柜盖子 将张葱揪出来 人确实没死 但冻僵了 一冷有尺度 开始的时候 冰柜是通电的 把人冻麻之后就把电给拔了 为防世西还给他留了条缝 只是没料到张葱年轻人恢复得这么快 张葱坐直了身子 怨恨而冷漠地看着火简哥 火简哥张伟斌拽出他嘴里的抹布 有些不淡定了 小王八蛋 怎么是你 张葱舌头不大利索 对骂道 老王八蛋 许你来喝酒 不许我来乘凉吗 万万没想到 张葱竟然是火简哥的儿子 一冷嗨嗨一笑到误会 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没人怪他 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处理 火简哥这种当爹的粗放无比 他说 哎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招呢 以后小王八蛋再不听话 我也买个冰柜 话这样说 还是将儿子的绑绳解开 帮他揉着阴绑腹 而血液不流通的胳膊腿 柔明睿拿了一套餐具 摆在张葱面前说 喝点 暖暖身子 一冷将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 笑道 火简哥你多关心一下我大侄子 该买的手机得买 这个钱不能省 你看这都当上杀手了 差点把他疏扎死 火简哥从腰间的横跨皮套里取出自己的翻盖手机说 我还没混上爱疯呢 柔明睿说 黄哥 你原来是怎么打算的 要把他送派出所吗 一冷说 送橘子的话 孩子就毁了 可是放在社会上没人带 也学不了好 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帮孩子无所事事 得找个班上才能管住 火简哥说 也不是没考虑过 这孩子在学校天天打架 是被开除的 我给他找了个班上 干了没几天自己跑了 就喜欢上网玩游戏 我就不明白了 那游戏有啥好玩的 张聪说 对 游戏不好玩 就洗头房好玩 火简哥气的后脑勺的草头肉都在发抖 举起巴掌 就要裹张聪 柔明锐说 有话好说别动手 上班确实没意思 得给孩子找个学手艺的地方 大者 你喜欢什么 张聪说 我就喜欢 LL 柔明锐说 年轻人少撸 别把肾撸坏 一冷说 游戏竞技倒也是条路 早晚有一天会进入奥运会的 这话让大家颇为不解 看着这么成熟稳重的大厨 怎么说话和小孩子一样幼稚呢 一冷解释道 最早的奥运会比的是什么 跑步 扔标枪 至千球 这都是当时社会运行必备的技术 和打仗有关联的项目 一直延续到今天 后来又加入射简 射击 游泳 赛车 随着社会和技术的进步 竞技项目也在发 战 只要参与的人足够多 就有了竞技的基础 将来科学技术大发展 打仗都用无人机 就跟游戏厅里开飞机一样 同样道理 玩游戏 也是对手眼大脑的训练 各种统筹 安排在一瞬间完成 谁能说这不是本事 火简哥没什么文化 被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可是在他认知中玩游戏 那就是玩 怎么能当成职业呢 一冷话风一转说 但是 任何一个行当 首先需要的是天赋 然后是勤奋 缺一不可 大者 这个游戏 你玩了几年了 张聪说 有两三年了吧 记不清楚了 一冷说 那很久了 水平咋样 上过大师没 张聪哑口无言 他就是单纯地玩 不带脑子地玩 属于人菜饮大的那种 看到这表情一冷就明白了 对火简哥说 今天和大者过招 发现他打架也不大行 这方面没啥发展余地 学习方面 我估计更不行 不如这样 跟我学厨师吧 大汉三年 饿不死厨师 这一行学好了 永远不会失业 火简哥说 张聪 还不给你师父磕头 桀骜的少年才不会驯服 他抱着膀子说 凭什么 火简哥说 就凭你师父出来乍到没几天 就把饭店干到远近闻名 排队等位子 张聪说 那他在哪个学校学的厨师 我直接去上学不就行了 柔明锐说 黄哥 可是在兰祥进修过 一冷说 往事不堪回首 我是在山上学的义 火简哥说 我说看你这么投缘呢 是在盐湖农场 还是第四监狱 咱哥俩走一个 这缘分大发了 一冷和他喝了一杯 说 都不是 我在大西北 火简哥说 那是十年以上啊 啥也不说了 张聪过来磕头拜师 张聪依旧桀骜 你让我磕头我就磕头 你算老几 火简哥又要动手 被一冷拉住 算了 别勉强孩子 柔明锐岔开话题说 火简哥 你猜昨天 我们和尹炳松 是为什么干起来的 火简哥就颇下驴问道 我还真想知道 柔明锐说 对面三楼网吧 不是失火了吗 十几个孩子被封在窗口 一个不锈钢 防盗网拦着 谁也出不来 消防队堵在路上 是我黄哥爬上三楼 砸开的防盗网 是我和一帮人 推了一辆大货车过来 才让孩子们跳下来逃生 最后我黄哥还冒死进了火场 又拖了一个已经昏迷的小孩出来 要不是我黄哥 这回死的人就喊了去 不怕你笑话 那天 本来我是来找事的 见到黄哥这么英雄 我心服口服的 火简哥叹为官职 又道 那关尹炳松什么事 柔明锐说 电视台播了 说人是尹炳松救的 这不笑话吗 我这视频都有 根本没他什么事 他急眼了就想动手 被我黄哥当场卸了胳膊 火简哥就痛骂尹炳松无耻 一旁张聪听的动容 最后被拖出来的那小子不就是自己吗 和这黄师傅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啊 年轻人恩怨分明 他也不矫情 扑通就跪倒了 这下把大家都整猛圈了 这孩子咋的了 张聪说 那天我也在网吧里 是最后抬出来的 大家都惊了 张聪是火简哥的儿子没错 但这条命是黄师傅再造的 别说拜师了 就是任个爹都绰绰有余 这下拜师顺理成章 心悦成福 张聪规规矩矩磕了三个头 端了一杯酒 就算拜了师傅 孩子拜了师 走了正道 这是一桩美事 没有拜师的礼物怎么行 火简哥爱子心切 从自己手腕上摘下一串赤红的珠子说 弟弟 我看你也是盘串 咱都属于文雅人 哥哥这串菩提王是托人请来的 有人出一辆大五十七和我换 我都没答应 就当是孩子的拜师礼吧 一冷成皇成孔说太贵重了 钱让了半天终于收下 这时阿里来了 他终于忙完事情过来帮忙 还给五玉梅传话 问黄师傅啥时候回去 客人催菜了 见谅 忙完咱们再喝 一冷双手合十 起身离席 张聪倒是个机灵鬼 这就表示要跟师傅去学艺 一冷说不慌 您先陪你爸爸做一会 难得父子俩一起吃个饭 火简哥非常感动 这话没错 他们父子得有好几年 没在一个桌上吃过饭 当即干了一杯以示敬意 喝了网橡皮管理吹酒的样子 把阿里恶心坏了 这一桌喝到很晚才走 火简哥鸣鼎大醉 是被小弟们拖到车上去的 张聪说明天上午过来学艺 也跟着走了 今天生意不错 预备好的二十道大红袍 全都卖出去 下酒菜也出去二十道 这就是四千块钱的流水 还有其他配菜主食酒水 加一起五千元 一天五千 十天就是五万 一个月就是十五万 扣除成本 利润爆棚 五玉梅按着计算器 乐开了花 小红在旁磕着瓜子 问是不是能给自己涨工资 这边阿里走进后厨 一冷正在擦拭炉具 见他进来似乎有话要说 头也不回道 说吧 想知道什么 你为什么要给一暖暖送饭 这个问题 一冷早有复稿 只是没想到是由阿里提出 换个角度思考 阿里真是一个善良的人 一个尽职尽责的好老师 真心关心学生的一切 包括心理健康方面 我认识他爸爸 一冷说 很熟 是在监狱里认识的 阿里问 就像和那个吃饭用管子的人一样 这是刚才五玉梅告诉阿里的 但并不是以鄙夷嘲讽的口吻 反而带着一点骄傲 开小饭店的人难免要和三教九流打交道 等于半个江湖人物 女人干这一行不容易 就像龙门客栈的掌柜金香玉 心里是希望有个男人撑起一片天的 而黄皮虎这样一个本性不坏 又经历过坎坷崎岖的男人 就是最好的选择 蹲过监狱算什么事 一冷点燃一支烟 冷峻地说道 不 我们是战友 不是育友 暖暖的爸爸是什么人 我会找个机会和他单独说 阿里说 太好了 这孩子没有父母 非常孤独内向 如果你能带来他爸爸的消息 我相信会是一种很好的心理慰藉 一冷点点头 今天太晚了 明天中午吧 我带暖暖到店里来 阿里说着 顿了顿又说 这孩子太可怜了 谢谢你 黄师傅 一冷有些纳闷 阿里的眼中晶莹闪烁 这个女孩真的是秉承的一颗父母心来关心学生的 如果老师都这样 和 愁学生学不好 谢谢欧老师 一冷真心实意的感谢 如果不是阿里从中做桥梁 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接近女儿 毕竟陌生中年大叔和初中女生的友谊会显得格外古怪 次日上午 一暖暖上课时一直静不下心来 饭盒谜团终于破解 在阿里老师的帮助下 从饭盒的品类以及食材色香味上可以判断 他和阿里带的饭都出自同一人之手 而阿里的饭是黄皮虎送来的 那么答案就出来了 这个人是黄师傅 阿里老师说了 今天带自己去饭店问清楚 到了中午 和饭如往常一般送达 这回干脆一大一小两个女孩从饭盒到内容完全一致 饭盒上印着皮卡丘 内装梅子秋刀鱼 大虾天妇罗 鰻鱼饭 喂葱汤 水果是猕猴桃 配上几颗红蹄子 丰盛的午餐又引起简师语和眉心的嫉恨 可惜老大不在 而且一暖暖总是和新来的老师凑在一起 让他俩干瞪眼 中学生们虽然年岁不大 却对同学之间气场的此消彼长 有着灵敏的辨识度 易简梅因为尹未然的缺席而遗落千丈 反而是一直默默无闻的 转校生易暖暖 有了阿里老师的加持之后 水涨船高 阿里老师无疑是大家的偶像 他在哪坐着 哪就是热点 风潇潇和一帮男女同学总凑在周围 连带着易暖暖 也进入了初二五班的一线圈子 和同学们的交流逐渐多起来 大家发现 这个羞涩的丑小鸭 其实内秀得很呢 今天午饭后 阿里带着易暖暖离开学校 直奔玉梅饭店 名头虽改了 但黄皮虎只是玉梅饭店下面的一个品牌 所以称呼就名字更妥当 中午没什么客人 易冷见阿里带着女儿来了 放下手上的活儿 叮嘱学徒张聪 继续包葱八蒜 把两人带到隔壁 阿里说 暖暖你在这儿和黄叔叔聊聊 老师就在旁边 易暖暖点点头 其实他一点都不担心 从第一眼见到黄叔叔 就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后来才惊觉 黄叔叔的声线和爸爸是一样的 我受你爸爸的委托 来照顾你 黄叔叔语出惊人 您是我爸爸的朋友 易暖暖问道 来的路上他就猜到这个答案 但还是有很多细节想知道 比如爸爸的职 业 是怎么失踪的 不只是朋友 是战友 是兄弟 我们从小就认识 一起上的大学 一个宿舍 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公司 他认识 你妈妈的时候 我也在场 易冷克制着情绪 以第三方视角 讲述着自家的故事 细节和感情是做不得假的 易暖暖听到泪流满面 哽咽着说道 妈妈说爸爸是外贸公司的业务经理 在国外出差的时候 遇到恐怖分子 不幸遇难的 叔叔 这是真的吗 孩子 这是官方说法 外贸商人只是他的掩护身份 至于他的真实身份 我不能说 我只能告诉你 有些人在黑暗中砥砺前行 为国家尽忠效命 还有 你爸爸的定性是失踪 不是牺牲 他没死 易暖暖眼中闪耀着西季的火苗 爸爸还活着 14岁的女生 一瞬间感到整个人都充满了元气 有爸爸 他就不再是孤儿了 可是 黄皮虎叔叔说的是真的吗 你爸爸被坏人囚禁了 但是我们一直没放弃营救 他也在努力自救 我们要对他有信心 好吗 黄皮虎叔叔伸出小拇指 暖暖 本来叔叔不想告诉你这些的 但听阿里老师说你有些消沉 所以不得不告知你实情 你要明白 这是高度绝密 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易暖暖严肃地和他拉钩 说道 叔叔 虽然拉钩的形式很幼稚 但我是认真的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包括见到爸爸后 我也会装作不知道 黄叔叔心为地点点头 不愧是易冷和笑莫的女儿 记住 你的爸爸妈妈都是最优秀的人 所以你也是最优秀的结晶 你不但不比任何人差 甚至要比他们强很多很多 你不是丑小鸭 你是流落鸭群的小天鹅 易暖暖用力地点头 叔叔 我记住了 黄叔叔说 以后你的午饭叔叔包了 没事就来店里玩 写作业 都行 缺钱找叔叔要 总之在爸爸回来之前 叔叔负责保护你 照顾你 易暖暖开心无比 谢谢叔叔 终于和女儿拉近了关系 易冷也很开心 他把易暖暖送回来 冲阿里点点头 回去的路上 易暖暖又蹦又跳 活泼开朗 简直像变了个人 阿里心里暖洋洋的 说到即将到来的元旦联欢会 这次联欢会比较特别 会搞得很隆重 大家在学校里聚餐 一起包饺子 还要尽量把家长都请来 搞一次亲子联欢会 阿里说 这是我的建议 校长已经采纳 我注意到很多同学的家庭关系 淡漠甚至紧张 这也导致不少人心里出现问题 易暖暖没在意 他现在已经不自卑了 因为爸爸还活着 而且 爸爸的职业很特殊 是那种乘风破浪 与黑暗搏斗的传奇英雄 饭店后厨 黄皮虎意气风发 精神抖擞 结果涂地上的烟 大砍中国八大菜系 这是学艺的入门必修课 就像他年轻时在国关学院上厨艺选修课时一样 中国八大菜系 知道是哪些吗 川菜 月菜 金菜 护菜 港菜 火锅 烧烤 麻辣烫 张聪面不改色 心不跳地瞎扯道 像是忘了被囚禁在冰柜里的恐惧 黄皮虎说 我就喜欢你这种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样子 你小子是个人才 没想到这一句反倒把张聪给搞脸红了 师父是戏谑之词 他却当真了 从小到大 从家庭到学校 张聪就没得到过 哪怕一句赞扬 家长和老师对他只有呵斥谩骂羞辱打击 在大人眼里 他是教不好的废材 是劳改犯的儿子 是后进学渣 是沉迷游戏的网瘾少年 久而久之 他便自暴自弃 也不把自己当个好孩子了 正是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 才驱使着张聪流连于网吧 为了一部爱封手机铤而走险 反正烂命一条 死了也没人疼 无所谓 现在终于有人夸奖自己是人才了 张聪很不适应 竟不会接话了 黄皮虎敏锐地察觉到徒弟的反应 他说道 中国八大菜系是 卤菜穿菜月菜敏菜 香菜这菜苏菜灰菜 但也不能说你的答案就全错 确实有精菜户菜港菜 烧烤火锅就超出了菜系的范畴 八大菜系的概念是很晚才出现的 而人类和食物的关系 早在几十万年前就存在了 原始人从如毛引穴到用火处理食材的重要性 比区分菜系更重要 你小子有会根 经历过冰与火的考验 火灾没把你呛死 冰柜没把你冻死 老天留着你的小命是有道理的 我看你干这一行有前途 这话也不是凭空说的 张聪一双手很灵巧 人也不傻 只要在这一行堆上足够的时间 练就一身厨艺不是问题 它需要的是决心和毅力 如果说前面一句可能是玩笑 那后面的话就是师父认真说的 张聪有点感动了 他赌咒发誓说 师父 我一定要做最好的厨师 从现在开始 这就是我的理想 黄皮虎说 有理想是好事 但光有理想还不够 只能停留在想的阶段 得有对理想的热爱才能达成理想 你说你为什么想当厨师 张聪张口结舌 有点说不出来 黄皮虎懂他的想法 便道 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说实话 不会挨骂的 师 父不是学校老师 也不是你爹 你当哥们处就行 这也是张聪没见过的教育方式 从小家长和老师 只希望听标准答案 为什么学习 一定是为建设国家而学习 不能是别的 实话真话说出来 是要挨揍挨骂的 今天张聪说了实话 他戚戚爱爱说 自己以后总要吃饭 得有个正经工作 能挣钱养活自己的工作 师父笑了 这不是理想 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不过算你小子走运 攀上我这么个师父 厨师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 是很牛逼的职业 你知道原始人怎么吃火锅的吗 张聪想了想说 难不成是用温泉当火锅 就那种温度特别高 水里咕嘟咕嘟冒泡的 弄片肉下去 刷刷就熟了 师父说 你小子脑筋就是灵活 住温泉旁边的人可以这样做 但大多数附近没有温泉的人用的挖坑法 在地上挖一个大坑 铺上兽皮用来防水 在坑里放满水 然后点燃一堆火 把几百个鹅卵石烧得滚烫 连食物一起丢进坑里 水被石块加热到沸腾 食物就煮熟了 水温下降 就在网里投烧红的石头 张聪说 傻了吧 直接把食物放在火堆里 或者挂起来烤 或者摊在烧红的石头上 一样能熟 还省了挖坑 师父说 你看你这孩子一点都不笨 举一反三 原始人可不就是这么干的 直到现在 在伊朗那边 还在用加热的鹅卵石 做烫面饼吃 这都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记忆 受到赞扬的张聪 有点得意 他这辈子的得到的夸奖 都不如今天多 自信心暴增 说道 我本来也不笨 但凡从小学到中学 能有一个老师像师父 你这样会讲课 我早考上北大了 我就喜欢听师父讲这些 师父说 原始人用火坑水煮食物 这个阶段持续了很久 终于发明出了陶冠 到了文明时期 贵族就用青铜顶煮饭 有个成语叫中鸣顶食 就是形容贵族生活的 再发展下去 出现了热传导良好又廉价的铁锅 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人 才吃上炒菜 那花样就多了 到经济大发展的宋代 饮食文化更加讲究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厨自精细分工 乡府里有专门包葱的 一干就是几十年 张葱插嘴道 那不是于谦他爸爸吗 一冷大笑 道理是相通的 人类发展就是社会化分工的过程 这句话有点高深了 张葱听不懂 正路过的五玉梅 听了一耳朵 也犯嘀咕 这老黄嘴里说的都是专家术语呀 搁哪儿学的呀这是 一冷继续讲故事 到了清朝 食物的精细程度 可谓登峰造极 有一道菜叫火牙银丝 是慈禧太后让人发明的 挑选个大的豆芽 掐头去尾 用绣花针和进过盐水的白线 沾上剁得极碎的肉泥 慢慢穿过豆芽 把肉泥裹在豆芽里 失败率极高 考验的就是厨师的眼力和巧劲 再把加工好的豆芽放在漏勺里 用热油淋到变色通透就算成了 嗯 五玉梅说 这不是闲的吗 想吃肉就吃肉 想吃素就吃素 这么搞 纯粹是折腾厨子 这老妖婆真不是东西 一冷说 那时候没有手机 没有电脑 没有网络 就只能在这方面下功夫了 但人类追求精细化享受 是必然之路 有需求 就有供给 别说古代了 就是现在也有大把有钱人 愿意出高价 吃这种做工繁琐的菜 所以说厨子永远不会失业 干得好的 一年赚几百万不是事 他说这些 都是在用故事的方式引导张聪 果然奏效 张聪对厨师职业大感兴趣 叫嚷着 现在就要做火牙银丝 你先学包聪吧 师父说 学校提出的元旦亲子联欢会 在学生们中引起极大反响 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这样 因为他们的父母和他们一样 并不会什么才艺 都是传厂的普通工人 三班到干活累死累活的 哪有闲空弄这些破事 好在学校并不强制家长参与 只是鼓励而已 也有一部分学生和父母的关系很好 恰巧家长也喜欢凑热闹 今天下午放学后 很多家庭就开始筹备节目了 风潇潇作为班长当仁不让 必须做出表率 回到家后就对妈妈说了这事 请求支持 风力说 这还不简单 你妈妈 我亲自去给你们表演个舞蹈 刚在俱乐部学的钢管舞 望着180斤重的亲妈 风潇潇咬了咬牙说算了 她还有选项 就是请英俊潇洒的爸爸出马 可是爸爸工作那么忙 怎么可能抽出宝贵的时间 给儿子捧场呢 但是怎么想都不死心 于是给爸爸打了个电话 马小伟正在开会 接到家里的电话 就一阵烦躁 出了会议室接电话 很不耐烦地说道 又怎么了 那边传来的是儿子的声音 说学校组织亲子联欢会 希望家长参加 我身为班长应该起带头作用 马小伟瞬间想到了欧里 这可是绝佳地展示自己的机会 他迅速回想了一下本周安排 12月31日没什么重要的工作 好的 爸爸一定支持你 风潇潇挂了电话 挥动拳头 Hola 医院骨科病房 一减眉又聚齐了 尹卫然的伤腿 已经不用掉着了 他告诉两个死党 医生说了 自己的骨折 不是粉碎性的开放性 软组织损伤也不重 不需要长期住院 很快就能上学了 回到学校第一件事 就是搞他 尹卫然说 这个他当然指的就是一暖暖 眉心说 联欢会你能参加就好了 这回和以往不一样 大家一起包饺子 还邀请家长参与呢 对了尹卫然 你不让你家长来表演个节目 简师宇哀怨地看了一眼眉心 哪壶不开提哪壶 简师宇的 爸爸是个干工程的老板 在外面养了小三 还生了二胎 根本不管家里的事 他妈妈家庭妇女一个 没什么才艺可以现眼 反倒是眉心 不仅自己能歌善舞 爸爸是集团宣传科的副科长 写的一笔好字 妈妈也是厂里的文艺骨干 一家人都是才艺达人里 一姐妹小团体内部也存在较劲关系 简师宇和眉心两个人是塑料姐妹花 但尹未然不同 她是老大 凡事都要做到最好 当即沉吟一番 拿起手机打给老爸 尹炳松还在农家乐夺事 按理说命重要 他不该轻易回来抛头露面 但是对女儿的宠爱的 他只犹豫了几秒钟 就答应了女儿的要求 放心吧 爸爸绝对给你长脸银炳松说 船厂新村17号楼家里 一暖暖也在筹划着联欢会上的节目 本来他不愿意凑这种热闹 但阿里老师来了之后 他渐渐合群了 愿意为集体活动贡献力量 黄叔叔说的没错 自己是优秀的 声乐和绘画都很棒 可是亲子这一块怎么办呢 外公是肯定不会去的 外婆倒是会跳广场舞 可那种舞蹈拿不出手 想来想去想到了小姨 如果小姨能出席就好了 小姨年轻漂亮有活力 唱歌也好听 恰好外婆在给小姨打电话 问她元旦假期回不回家 小姨说刚面了新公司 过了年才去上班 元旦可以回家 一暖暖接了电话 把联欢会的事说了一下 小姨当即答应出站 暖暖忍着想把秘密告诉小姨的冲动 爸爸还活着 而且是一名特工 真实的谎言现实版就在我们家上演 这个梦幻游酷炫的事情 对于正常家庭的孩子都无法抵抗 黄论体验过失去双亲滋味的暖暖 在无数个煎熬难眠的夜晚 暖暖给自己编排了许多童话故事 她有一个日记本 画满了关于爸爸妈妈和自己的故事 在黄叔叔没有出现之前 是这个日记本和一家三口的合影支撑着她活下去 一冷是最后加盟的 在暖暖小时候她就缺席了很多次家长会 这次不想有遗憾 正好阿里请她提供聚餐的技术支持 她自然当人不让 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 本周剩余的日子过得飞快 转眼就到了周末 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一天 不管是学校还是单位 不管小孩还是大人 都没心思学习工作了 学校要开联欢会 单位也要开联欢会 上午的课程早早结束 学校放大家回家准备物资去 下午三点再集合 各显神通的时间到了 家长们也都憋着一股劲 妈妈们在家打扮化妆 爸爸们开着各自的汽车运输物资 包饺子得用电磁炉 煮锅 纯净水 肉馅和饺子皮都是买的现成的 这都是小意思 大头在于联欢会表演所用的家伙是 联欢会不是在教室里进行 而是在学校大礼堂中 很正规 没心的爸爸梅玉良 是集团行政部宣传科副科长 手上有资源 他找合作方 给学校拉了一套组合式大屏幕 以及配套的音响设备 让女儿在学校老师同学面前 挣足了面子 最牛逼的 莫过于风潇潇家 他爸爸马小伟找了一辆卡车 八个工人 将一架三角钢琴抬来了 初二五班的学生们 趴在走廊围栏上 看着工人们卸下钢琴 旁边那个高大英廷的叔叔 不是风潇潇爸爸吗 有人就问他 班长 你爸爸要表演钢琴独奏啊 风潇潇还真没听过老爸弹钢琴 也不知道老爸会任何乐器 但他想当然地认为 老爸堂堂清华高材生 学个钢琴 还不是手拿把掐 当即淡淡回应 我爸钢琴水平一般般 也就是清华的钢琴王子而已 他喜欢用这种谦逊的语调说 最牛逼的话 同学们择舌惊叹 艳羡不已 马小伟指挥工人抬钢琴 施坦威三角钢琴 非常昂贵且娇贵 搬动时尤其需要注意 一个不留神 就得重新调音 工人没说累呢 他先累得一身汗 把柴斯特杨龙大衣脱了 露出里面的碗里浮来 断面倾果领 深红色带蓝条纹的领结 透着过年的喜庆 这是他刻意预备的上台服装 就想在阿里老师面前显摆一把 但马副总并不会弹钢琴 他是工人家庭出身 学不起这玩意 也没有音乐细胞 他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是诗朗诵 一辆五菱之光面包车驶来 车上拉的是给初二五班预备的炉灶和食材 一冷从车上下来 顶着一脑袋烟花烫 上身脏兮兮油乎乎的棉袄 下面是一条崭新的黑皮裤 配白袜子翻盖皮鞋 一冷看到工人们正在搬运的钢琴 碾动莲花菩提王手串的手指 停顿了一下 说道 要喝 施坦威A188 谁家这么下血本 跟他来的是张聪 一听这话就不解了 师傅 你大眼一看就知道型号啊 一冷说 这太简单了 长度决定型号 一目了然 尤其三角钢琴 越长得越高级 最高档的施坦威 是第二期四期建款 音乐会演奏用琴 274式长度 还有C227 B211 这一架A188 是中型三角钢琴里最大的 长度一米八八 算是很不错了 能买得起三角钢琴的 都不是一般人家 张聪这种孩子 一辈子都接触不到钢琴 更加不感兴趣 他只是奇怪 师傅怎么懂得这么多 懂得多也就罢了 偏偏还会360度回旋梯 文武双全的 这还有天理吗 面包车上装着煤气罐 炉灶 煮锅 案板 掉面杖 锅碗瓢盆 这都要运到教室里去的 教学楼没电梯 全靠两位厨子搬运不限时 阿黎发动男同学帮忙搬运 风潇潇带领一帮男生下楼 七手八脚拿起东西往楼上走 一个男生悄悄对风潇潇说 班长 那个人很面熟 是谁爸爸 风潇潇看了一眼一冷 认出这就是网吧火灾中 救了大家的那个人 事后自己对父母隐瞒了差点葬身火海的事情 同去的同学也都默契地没有提起 这件事是他们共同的秘密 万万没想到世界这么小 救命恩人就在眼前 班长 他不会认出咱们 然后出卖咱们吧 那个男生说 被学校知道 可能会处分 风潇潇一阵心烦意乱 回答道 大人应该没那么闲 话这样说 他还是放心不下 大脑迅速转动 眼下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在露线之前 找班主任承认错误 亡羊补牢 二是找这位大叔认错 请他保守秘密 几秒钟后 风潇潇就做出最佳选择 他选二 搬了一趟东西 风潇潇和几个 当时一起在网吧遇险的男生 达成了共识 他们趁着第二趟下楼的机会 来到面包车前集体 向一冷鞠躬 一冷认识这个男孩 本性不坏 还帮过暖暖呢 他念着这个情 呵呵笑道 现在的学生 这么有礼貌了 风潇潇说 叔叔 您可能不记得我们了 我们那天在网吧 一冷会议 将手指竖在嘴上说 虚 这事能乱说吗 让老师家长知道 还不骂死你们 什么网吧 我不记得 几个小男孩感动的 都要哭了 这大叔太识去了 风潇潇当即道 叔叔 您是哪位同学的家长 一冷说 我呀 我是一暖暖的叔叔 以后你们照着我大侄女就行 风潇潇说 一叔叔好 张聪说 谁说我师父姓易了 他姓黄 黄皮虎 喊虎爷 于是 风潇潇带领一帮男生 排队力政其呼道 虎爷好 一冷手一挥 搬货 聚餐吃饺子 是以搬级为单位进行 各个搬级各显神通 但翻不出什么花样来 基本上都是带的电磁炉 市场买的现成饺子 现饺子皮 但初二五搬不一样 找来的是专业厨师 家货事和食材都不一般 用虎爷的话说 电磁炉出不了货气 属于业余选手 做饭还得是猛火热锅 但是学校里煮饺子 也犯不上用饭店专用的 大型液化器罐 所以他只带了个 普通规格的煤气罐 但食材上就讲究多了 光是做饺子皮的面就不简单 用中筋面粉加淀粉 猪油 三揉三形后光滑细腻 亮闪闪的一团 用保鲜膜裹着 有些程序 还是得交给同学们 来做才有趣 所以一冷只是做个示范 怎么将面团搓长 揪成平均大小的面剂子 它手如同机器般精准 每个面剂子 都是固定的12克 除了常规饺子皮 黄叔叔还预备了 四种彩色饺子皮 将菠菜 紫甘蓝 胡萝卜 红鲜火龙果榨汁 混入面团 做成彩色原料 引得很多女生心里痒痒 跃跃欲试 有人干饺子皮 有人拌饺子馅 馅料多种多样 有同学从家里拿的 也有虎爷带过来的 有纯肉馅的 还有猪肉小茴香的 韭菜虾仁鸡蛋素三鲜的 还有海边人喜欢的 鲨鱼饺子 一暖暖穿着围裙 在黄皮虎的教导下 拌饺子馅 肉馅是搅好的 在盆里加入适量的盐 糖 十三香 白胡椒粉 料酒 生抽 蚝油 生姜末 然后抓散摔打 搅拌均匀 暖暖玩得很开心 一冷看着女儿 眼里尽是慈爱 男生们已经将秘密传开 这个男人是一暖暖的叔叔 就算是家长了 其实今天也有 其他家长到场 比如一些同学妈妈 但他们不是专业厨子 搞不出那么多花头 只能打个下手 教孩子们包饺子 爸爸们来得极少 船厂的老爷们 不屑于参加孩子的活动 马小伟是个异类 以副总工的显赫身份 抛下工作 参加亲子活动 让班主任很是感动 拉着他不停地聊 马小伟不耐烦又没办法 只能以余光搜寻阿黎的身影 今天准备得有些仓促 主要是马小伟一直在琢磨 怎么才能和阿黎合作表演 既要显出逼格来 又要配合默契 所以他迟迟拿不出方案 直到上午才想出钢琴伴奏师 朗诵这个门儿子 关键是他到现在 也没和阿黎提过合作的事 马小伟甚至不清楚 阿黎会不会弹钢琴 他凭直觉认为 上流社会的孩子 弹钢琴是必修课 阿黎手指那么细长 天生就是弹琴的手 正巧校长和教导主任 巡师过来了 看到马小伟在这 校长眼睛一亮 马小伟就明白这下被拖住更走不了 班级里有一个女生郁郁寡欢的 就是拖着打石膏右脚的尹未然 他爸爸说下午就过来 到现在也没出现 此时尹炳松正在赶来的路上 他离得太远 上午高速路大雾封闭 下午才过来 开出几十公里 才想起预备好的东西忘带了 尹炳松煞费苦心 想在联欢会上表演一个空手批砖的绝技 震慑一下大家 他没练过铁砂掌 所以找了石块机制红砖 用醋泡了一天都泡酥了 这样批起来比较省手 石块砖头没带 回去拿有点来不及 于是尹炳松打电话给农家乐的老板 让他去自己房间拿石块砖头 找个人送过来 老板去他住过的房间找了一圈 打扫卫生的大妈太勤快 已经收拾干净 找不到什么红砖 老板寻思 反正就是砖头呗 给随便找石块就是 饺子下锅了 吃饺子得蘸醋 光蘸醋就太简朴了 张葱摆上一串小料碗 干料湿料分开 有蒜蓉葱墨香菜小米辣芝麻白糖 俘乳麻酱 有陈醋香油酱油 蚝油辣椒油 丰盛如火锅店 热腾腾的饺子出锅了 同学们成了饺子不忙着吃 先献给老师 再端去隔壁班级炫耀家交流 这个时候 马小伟才找到机会 能和阿黎说话 刚走过去 就接到高明的电话 问他在哪 我在孩子学校 马小伟回答道 高明是喊他晚上喝酒去的 他就有些不愿 早就和领导说过 今天有私人事务要处理 怎么就忘了呢 高总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 这都是顿顿大喝酒喝出来的 高明又扯其他事 马小伟不厌其烦地陪领导闹着 在看阿黎 早已不见了踪迹 阿黎并不是只负责初二五班 他是全校的英语老师 每个班他都要多一圈 马小伟自然找不到他 一顿饺子吃完 一暖暖在班级里的威望值线上升 家长能多花心思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幸福感和自信心就会上升 如果家长能给班级提供资源 那孩子的荣誉感就会更强 同学们就会默认 他是不好欺负的 就不会组团霸凌了 而这就是一冷为女儿做的补偿之一 饭点跑出去干私活 这是厨子的大忌 好在今天年末 出去吃饭的人真不多 店里现在没生意 同学们把碗筷刷了 垃圾打扫了 风潇潇又带人把这套家伙是搬到楼下 装进面包车里 热情邀请虎爷叔叔参加联欢会 此时他还不知道 他的热心常给亲爹挖了个坑 本来一冷是没打算参加的 不是他不想 而是听暖暖说了 小姨会来参加 他怕店里上客人 本来打算婉拒的 可是一转头 看到暖暖满脸愁容 问咋回事 暖暖说 小姨打电话来说 有急事 今天来不了 我已经报了节目了 这下要开天窗了 暖暖说 一冷说 那我顶上 我才艺这方面也很强的 暖暖看了看黄叔叔的烫发头 黑皮裤 摇了摇头 他丢不起这个人 学校大喇叭在喊话 让学生们以班级为单位入场 风潇潇和一暖暖赶紧去了 一冷想了想 让张聪先回去 自己看看情况再说 他夺不到学校礼堂后面 正好校长走过来 看他无所事事的样子 就问他是干啥的 我是学生家长 一冷说 那就上后台帮忙去 正需要劳力 校长说 于是 一冷就这样被抓了差 在后台充当干活的工作人员 第一个任务就是搬钢琴 诗坦威A188三角钢琴有700斤重 好几个工友家学生家长才将其抬到舞台上 这时候马小伟终于找到了阿黎 说想和你合作一个节目 钢琴伴奏师朗诵 阿黎傻眼了 你怎么不早说 我不会弹钢琴的 马小伟也傻眼了 阿黎又伸出包着窗壳贴的手指说 刚才还切到手了 真对不起 我帮你找学校的音乐老师 很不巧 音乐老师并不是专业的 五线谱都不认识 更不会弹钢琴 临时找人也来不及了 马小伟没法怨别人 只怪自己准备不周 此时 礼堂里下面坐着的师生们 已经被这架诗坦威钢琴震慑到了 窃窃私语着 期待着 风潇潇更是一脸自得 对周围人说 我爸马上就要登场了 马小伟临时做出决定 不用钢琴了 放钢琴曲 自己上台朗诵 说啥都得把节目表演出来 他让人放蓝色多脑盒钢琴曲 作为伴奏 报幕员已经上台 爆出第一个节目 有请出二五班风潇潇同学的爸爸 集团副总工马小伟先生 为大家表演钢琴伴奏师朗诵 裴多分的 我愿意是激流 马小伟恨得牙痒痒 节目单忘了改了 他只能硬着头皮上场 站在聚光灯下 手持麦克风 西装革履 气宇轩昂 他在等音乐响起 但是后台在忙碌 笔记本电脑死机了 等重启还得好久 现在全场鸦雀无声 都在等马小伟开始 他尴尬得要死 连带着台下的风萧萧 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时候 后台走出一个人 走到钢琴前 坐在琴凳上 黑皮裤 胖发头 出二五班的学生们 一阵轰动 这不是易暖暖的叔叔虎爷吗 虎爷按动一个音符 施坦威发出的声音 让全场静了下来 他已经很久没摸钢琴了 但有些东西 就像游泳一样 一旦学会就不会忘记 蓝色多脑盒 是易冷年轻时听的最多 甚至烂大街的曲子 每个音符 都刻在他记忆深处 坐在施坦威三角钢琴前 大厨黄皮虎闭上眼睛 在睁开已经是国官学院的高材生易冷 双手在琴键上游走着 从陌生到熟悉 优美的旋律 缠缠流淌 响彻礼堂 马小伟被搞得很被动 突如其来的钢琴伴奏 把他的节奏和情绪都打乱了 匆忙街上 大声道 我愿意是激流 山里的小河 在崎岖的路上 岩石上经过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中 快乐滴游来游去 他朗诵得很投入 一扬顿挫 饱含深情 因为他猜想 一定是阿里戴商 为自己伴奏 有一个成语叫相形见处 就是形容当下这种局面 马小伟起的吊门太高了 又是施坦威 又是叶礼服的 把大家的情绪和期待 都调到最高 却来了个大拉胯 钢琴纯属摆设 而一冷一身工人打扮 却把钢琴曲弹得真如多脑和 在耳畔欢快的流淌一般 学生们虽然还小 但审美这东西是与生俱来的 是个人都能听出 看出台上两位的差距来 其实一冷已经很照顾马小伟了 尽量配合他的节奏 等他朗诵结束 也及时停止了演奏 音乐吓然而止 台下一片寂静 是阿里先在后台鼓掌 全场才掌声雷动 这不是礼貌性的掌声 而是真的热切回应和赞扬 马小伟回头 笑容凝固在脸上 原来不是阿里 是黄师傅 他失落又傲丧 但他到底是场面人 这时候不能失了风度 瞬间考量后 他走上前将黄皮虎拉住 一起走到舞台中央聚光灯下 让全场观众看清楚 两个人的造型 一个棉袄皮裤 一个叶礼服领结 一起聚功答谢 全场再次掌声响起 两人从容退场 大幕落下 阿里迎上来问道 老黄 你钢琴弹得很棒 在哪儿学的 一冷说 我哪会弹钢琴啊 以前做过调钢琴的工人而已 我就会这一首蓝色多脑盒 换其他就抓下 不说了 我上去抬琴了 钢琴抬下来 报幕员上场 爆出第二个节目 初二五班尹卫然同学的爸爸尹先生 表演空手批砖 尹炳松已经赶到 包里装着十块红砖 他的铁掌早已饥渴难耐了 好 好 好